试吃新疆切糕 请教小浪哥 有钱人 都来了 小浪哥你敢挑战切糕吗 我想买一点尝尝 小浪哥不才 至今呢 也没有吃过一个正正经经的切糕 老粉们应该都记得 我之前做过切糕 但是呢 失败了 有粉丝说了 让我尝一下这个切糕 正好我也没吃过 我就买了那么一丢丢 就是这些了 我想很多小伙伴可能说 我是不是疯了 对啊 我就想吃切糕 吃这些个宝 打开以后 这个切糕 全都是这么过来的 全都是这个保鲜膜 看见没 看见没 这个是切糕 纯正的切糕 这个得吃多长时间 一共23袋 小浪哥又扩错了一次 我买了三种 一种210克 传统手工切糕 大家请看 这个呢 就是货真价实 正正经经的切糕 它这个里边呢 我觉得非常的有诚意啊 这个东西 这个有核道 八蛋木 然后这么多 包括葡萄杆什么的 这个呢 我是花了33块钱买的 我还买了这个 一斤装的 为什么买一斤装呢 因为我知道 它够大 我以为是那个大块的 没想到是这种小的 一斤装 那么一袋就是 250克 比这个210克的 要大一点 早知道我都买 21克的 它不香吗 另外呢 我还买了一些散的 这个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而且非常容易携带 哦 这是核桃的 我可能是对我 之前做的那个切糕有了阴影 我那个太甜了 厚甜 这个没有那么甜 OK 全部打开 切糕与做好 请教小浪哥 有钱人 牛 这个小袋有三四种都没放 今天重点就是这个东西 我感觉我像极其乐 七颗龙珠一样 你们就想这么多干果 大家也知道 干果这个东西不便宜 难怪那么大的一坨 会那么贵 它是有道理的 OK 这就先别说了啊 帮大家尝一下 为什么要吃这个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最好看 全都是干果 这是我人生当中 第一次正正事实的吃切糕 我希望小伙伴们 能为小浪哥做个见证 话说谁还没个第一次啊 OK 我开始 突然没电 Action 这个感觉 好吃 为什么说好吃 因为本身我喜欢吃坚果 我们家坚果 大部分是我吃的 各种坚果 然后混在一起 你给它吃掉 每个坚果 有每个坚果的口味 而且我是极其不喜欢吃很甜的东西 但是这个并不会 我很负责的跟大家说 不是很甜 还会拉丝呢 很香 谢谢很香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今天的晚饭 我就只吃这个了 这一块真的太厚重了 吃了我塞棒子 过真加实压 全都是坚果 这一块我觉得就够全家人分 好 好 这一块真的太厚重了 哇 OK 吃了一块 我并没有感觉到很厚重了 我觉得买这个小的还可以 这个也不错 需要全家切着吃啊 这一个人吃 我觉得有点多 OK 今天呢小浪哥第一次吃切糕 我觉得挺满意 主要是这个坚果很扎实 这个呢我觉得应该算是正正经经的切糕了 价格呢我觉得还行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OK 今天视频一段结束 想看小浪哥吃什么货 想看小浪哥推荐什么可以带 在评论区留言 我师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